北基颱風席台當晚 風牆雨揍一大片鐵皮屋頂 被吹飛 飛了兩條巷弄後 路燈被嚴重折彎 聽到一聲巨響 爬看之後發現我的車 被一塊鐵皮屋所砸中 一大塊屋頂飛過來砸毀許多物件 停在外面的轎車更慘 車頂凹陷 擋風玻璃破裂 雨水流入 讓車內設施泡水耸壞 丘信車主和受災戶 找到鐵皮屋頂的屋主 曾信屋主一開始願意全部賠償 但這個月26號 曾信屋主和受災戶們開了協調會之後 態度大轉變 受害轎車損失至少70萬 查證曾信屋主卻認為對方口氣太差 要求走法律途徑 對於賠償部分隻字不提 因為我們現在的颱風都會預報 所以你知道颱風來之前 你就應該對這個所謂的鐵皮屋 去做一個檢修的一個責任 如果說因為你疏於檢修 或是因為它太老舊 那這樣子的話砸下來 當然你就會負有一個 所謂的過失責任 丘信車主是旅遊業 2015年2月才剛買車 這下營業用轎車被砸 每個月花費9萬元租車 每季颱風結束後 屋主警口頭答應全部負責賠償 當下雙方沒有簽訂合約 事後又改口走法律程序 這下只能看法院如何定多 記者楊子健 吳子儀 台北市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